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继续在国会进行委员会阶段审议 财政部总值150亿令吉的部门预算今天顺利闯关 同时财政部长老师李东姑扎鲁也宣布 所有申请特别关怀援助金被拒绝的微型及中小型企业业者 将会自动被列入大马一家人援助金的申请名单 确保没有人会被忽略 东姑扎鲁透露在9月份第一阶段后 第二阶段的微中小企业援助金已经从昨天开始发放 受贿者将可以获得500令吉援助 预计100万符合资格的企业将受贿 至于大马一家人援助金则在明年开放申请 2022年财政部整体预算规模达到150亿令吉 今天下午正式获得下议院审议通过 此外政府也批准向总机查署额外拨款1000万令吉 改善审计程序 同时拨款1500万令吉 加强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的运作效力 在BKL、KPKT、KPKT、JAKWA 通过吗?